6月23号 科幻电影《超能之爱记》在京举行开机新闻发布会 导演郭浩阳 写演员卢文杰 黄永卓 肖阳等到场助阵 影片改编自同名网络小说 讲述了屌丝男林小树因为一次意外的撞击 脑洞大开 华丽片之后直到属于一副超能眼镜 开启了一场离奇的爱情之旅 作为高能IP值网络文学改编的一部科幻色彩爱情电影 《超能之爱记》也在剧本的磨合中打造了很多不一样的元素 这次加入异能模式 让男主角有一定的特异功能 让故事变得更有趣 也让爱情有了更多的憧憬 我们这部影片不仅仅是屌丝逆行 而且有超能 就是这样一个 就是大家看 这是我们的屌丝啊 他站在这儿一点都不像屌丝 这是拖变之后的 通过这部戏拖变之后 因为他有了这个超能眼镜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但是传统的屌丝逆行 一定是屌丝打败高夫帅 然后我们高夫帅现在在这儿 我们的屌丝打败高夫帅 但这部戏你们说到底是谁打败了谁 你们支持谁 高夫帅 谢谢 所以我们可以猜一猜到底我们的女主角 两位女主角到底发落谁家 此外导演郭浩阳虽然有这样一个超能眼镜 爱情便可以唾手可得 但超能只是一个幻想 虽然超能眼镜可以助理男主角从屌丝华丽变身 但爱情的本质还是靠自己 活在幻想中的究竟也只是一个梦